全港運動, 全城一動 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將會在4月28號正式開幕 不過全城早已動起來 支持這個以18區區議會 為參賽單位的大型綜合運動會 當然要支持 因為全港都可以積極參與 更何方, 其實香港有很多飲食高手 每個都是運動天將 那麼快到港運會裡找他們出來 來到第七屆的全港運動會 是由體育委員會主辦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統籌 18區區議會 港協企奧委會 相關體育總會及康民處協辦 賽事由2007年的四個項目 增加至現在八個項目 田徑、游泳及六項球類運動 除此之外 殘疾人士的比賽也繼續舉行 同時也有籃球作為示範項目 總之港運會已經成為香港人的體壇盛事 港運會是兩來一道的 全港性大型綜合體育運動會 透過18區的區制體育比賽 希望提供更多體育參與 交流和合作機會 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體育運動 加強市民對居住地區的歸屬感和凝聚力 早前在伊麗莎白體育館就舉行了 18區細CK啦啦隊大賽 細C就代表全港各界都全力支持港運會 而各區參賽運動員也準備就緒 享職將展開的賽事中爭取佳職 而啦啦隊大賽就鼓勵市民支持一群參賽者 並為港運會增添歡樂氣氛 最終元朗區就奪得最佳表現獎 和最巨地區特色獎 葵青區就奪得最巨人氣獎 除了參賽, 市民都可以積極參與 但好像下星期日 就有全城躍動活力跑了 希望市民以跑步形式 替所有建議打氣 另外亦有活力動感攝影比賽 大家可以拍下各項活動的精彩鏡頭 捕捉每個動感時刻 全港運動, 全城躍動 一起支持全港十八區的運動員 齊齊身體力行支持港運會 下星期全城躍動活力跑 約定你啦